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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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臭手的打了轮板 如果是一定要追究打击的话 看 叫两个轮前 我们就打板 说在南车上王不宣扬 因为他不是用拳光打击你 是开掌用掌心 主要这个选手在这个头摔 或者快摔上还是有一定造诣 就他刚才利用一个后摆 加一个又前手的一个高低动作 是吧 一下就把这种摔倒 不是打倒是摔倒 就是中国胶里边的小别的 这个一同样又飞膝呢 你看这 双方在这几轮对拼中啊 其实打击频率都不是特别大 一龙的有效性可能这么高 这一龙刚才接腿一个挑 然后接腿完整身就马上飞膝 接腿一方在联系 因为一龙的他的出的招式 可以一般的想象是 他练过两车 练过少林 但是他没有练过太行 带摔或者说是爆摔是绝对不允许到我们自由国际 也是习惯导致 这样的话一龙就在第一决队比赛里面肯定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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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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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赛打得热好 一龙这次的几次 吸击 他只可以用吸击 因为这对方身高 他说1米70 我不会根据到1米70 对 一龙比较高出至少 将近有7到8公分 而且对方应该是一个摔跤手出身 然后喜欢这种把身子探起来 钻进去 漂亮 赵边上走 赵边上走 长才大马昭再给家伯进去抢出了 家伯被扣2分 被扣2分 我看到家伯的抗家长一下 但是希望家伯的抗家长一下 我看一龙再怎么来教育上 双方拼拳 家伯在拼 有费息 我们尝到马道说 对方脚地之后 是不要再进攻了 要保护选手 这一种惯性给家伯推出来才是 带一个低嫂 这观众现场观众看的开心 的确是 如果一龙在 偷手的摆拳 重重变甲 第二次强阻 第二次强阻 你看家伯已经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 如果再被强阻的话 这一局 整场你再结束 还剩最后10秒 这个 时间挽救了家伯 这个家伯尔的这位选手的整个的 在最后搏机的发挥呢 实在是不太出色 在整个的这个前马进攻只有的打破 一切 在你 攻击 三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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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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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